現在的方法典客社會的養護做現在來北京也有機會看到了 北京這間餐廳也只有在有紀念過往的養護 特別要請蔡薇給丁客社會的養護來為餐廳創作 我在這一間店我們一剛開始的時候 其實就一直很想要找就是 會畫方面的老師來把這一個店 就是再加上一些就是有一些元素在裡面 因為我覺得畢竟我們那時候是覺得 我想要讓這一隻貓可以有一天 即使牠離開了 我還是會希望牠們一直陪伴在我們身邊 我希望說我的柴影女可以在這邊 也可以得到認同 讓大家來這邊用柴影女看 很高興很舒服 貓的花園真的很多很多都不同 然後我們要這樣去把這隻貓呈現的人 感覺起來牠是真的很像很柔軟那種毛髮 創作的地方為電影看伴社區到現在餐廳 創作的藝術跟他們說很輕鬆在其中 希望每個作品都可以在地上畫 讓大家看到最完美的作品 我們也會商討一下說 這要畫什麼主題 就像那隻貓 就是那老闆吳橋姐 牠之前養的貓 我特別跟老師講說 老師因為我們家的貓 牠很想要有板 所以我就跟老師講說 那可不可以在牠旁邊多畫幾隻貓咪 可以讓這些貓咪就是 可以一直陪伴在牠身邊 現在頂級社會給我蔡薇 這麼受歡迎 當他們真是真意外 也很感謝當初頂級社會 在市長給牠有機會蔡薇 那都是因為我們社區理事長 蘇坑福理事長 他兒子 他兒子蘇聖傑 他畫了一本屋頂山門貓的繪本 他畫得很好 然後他還得獎 然後我們就把這個故事 屋頂山門貓這本繪本的故事 延伸到社區來 所以今天社區可以造成這麼風洞 其實都是我們蘇聖傑 跟他兒子的功勞 八天養的主題 模樣畫得這麼深這麼可愛 但他真說一筆一月都要真正 就是這樣用心創造 讓他身為國底 修正要請的蔡薇給輸 現在八天養的養廳創造 還在蔡薇當中 民眾如果想要看到 完成的畫作 可能還要等一 記者 李克森 早安報道